看来这次中国队进军世界杯真的是有希望了 因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改革了 它把那个参赛队伍扩充到了48支 比以往租租多出了16支呢 那亚洲区也由原来的4.5个名额增加到了8.5个 那可以说是继02年以后 中国队最好的一次机会了 其实只要中国队正常发挥 晋级希望这次还真的是很大 也许4年以后咱们在洛杉矶可以看到中国队来参加比赛了 今天我刚刚好路过洛杉矶的Sophie球场 刚好带大家来提前参观一下 感受一下 说起这个球场吧 可以说是真的大有来头的 因为它建的时候一共花了55亿美金 号称全球造价最贵的体育场了 这2020年刚刚完工 承接的都是一些顶级赛事 除了举办刚刚结束的这个美国这个超级碗赛事以外 未来还要承办2020年的奥运会 整个球场最多可以容纳10万人 是美国最大的体育场之一 如果未来中国队可以在这里参加比赛 这10万人的场地估计都做不下 毕竟中国的球迷们都等了有20年了 真心希望中国队能抓住这一次机会 圆了球迷的梦 也让咱们在美国的华人有机会 为自己的球队加油呐喊一次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POR